第四球 氣氛很緊張 第一球 完成 42碼真的不簡單 最重要是他這麼有信心 這個球很重要 打鵝 孫負責第二輪 龍門是撲錯邊 這個球看得好 完全騙到龍門 比斯成為他們那隊 第二個主射的球員 救得好 龍門的表演時間就是這個時間 挺有型 曼聯可以拉開比數 中美入 龍門也衝口氣 因為他心想這個球 自己也救不了 這個球進了 為何? 夠冷靜 隊長出來了 角度拿得很漂亮 龍門完全沒有機會 朗拿到 是第四個 兩隊三比三打和 史高斯負責處理第五輪 手門救到了 漂亮 龍門又做英雄了 這球一定要救到 他又真的做到 哪有龍門好像他這麼有信心 救得漂亮 去到突然死亡階段 失一球的話 就可能真厲害 練足夠兩球 龍門之前 完全知道對手怎麼射 加根奴 是踏入突然死亡階段 之後第一個主射的人 這球搞定了 曼聯雖然已經很努力 但還是差一點 看著他們付出這麼大的努力 抱著這麼大的希望 最終都是贏到冠軍 沒辦法了 有時體育運動本身 真是挺殘酷的 來到決賽 但結果就是輸了 確實令人很傷感 他們的質素 大家都知道是沒問題的 今天